《與蕭英青對談》 今天講了一個很輕鬆的話題 就是六合彩 在9月24日就會恢復餃豬 施贏你有沒有中過? 我沒有中過,亦都不買 為甚麼? 年輕的時候 我都是左翼、革命派 認為六合彩是麻痺基層起來反抗的手段 不是解決社會貧窮問題 而是解決某個別人士的貧窮問題 讓人麻痺人對社會的問題、矛盾 去新日了解、爭取自己應有的權益 所以那個年代 我認為這些是鴉片煙 精神鴉片煙 毒害人民 我後期認為這些是過激的 所以我沒有反對六合彩 我認為對個別人來說 你也有去監補 因為做了太平紳士 去搞豬 我已經沒有把這件事看成那個層次 所以我以前是沒有賣的 後期我也是理性的人 我知道中獎率這麼低 這麼低的東西 哪有值得去花心思 失望會多過中 而且我不喜歡做一些沒有太大必然把握的事 我想改善經濟能力 我就努力工作 如果想大規模一點 我就可能要創業 年輕的時候都有剎那的想法 哇!中了都不錯 那時候 初初過百萬已經很多 過百萬應該解決居住問題 下半身的生活問題 都有 中得不錯 但我想到沒有什麼機會中 我為什麼我中 即使我中也很多人中不了 所以我如果真是很想改變我的經濟狀況 我應該去運一條 我認為走得通的路 所以我最後都不去買六合彩 你這個就是挺哲學的問題 因為老實說 正如你所說 如果從你一個正常邏輯裡面 覺得這麼低的機會中 我當然不去買 但是 你有沒有買過 我真的很少 因為我懶得去買 懶得去買 懶得去買 真的很少都買過 我想我一整天買不超過十次 但是問題就是 你會見到往往有金多寶 全城首先會控動 然後會有很多排隊 然後有一些所謂的貼士 就是哪一個的投注雜物 過去中得多些 坊間會有很多熱議討論 這種群眾效應 你又怎麼看呢 既然如果大家都理性都在想 都覺得不會中 照樣沒有理由大家一起去做一件這樣的事 因為可能社會給了一個人個人奮鬥成功的機會 太渺茫了 變成當沒有什麼地方可以寄予厚望的時候 唯有望中六下彩 這種情況在資本主義社會貧富懸殊的狀況下 是很普遍的 大部份國家都會開彩票的 大陸以前不搞 現在都搞 一個它也想可能有些 處於社會低層的人 多多少少有些寄亡 我自己覺得現實來說 我現在不反對 還有做這些 它很多的彩票都是拿來做善事 香港六合彩都大部份 除了交稅之外都是給公益金 籌責善款 你如果叫它捐錢 很少有人肯這樣捐發 你交場六合彩就去捐 所以都有一定的社會功能 另外我發覺 你雖然這麼有錢 但我沒有聽過你說入馬場 或者賭馬 甚至乎做馬主 你對這些看法又是怎樣 我自己曾經被人踢了入會 做那些什麼 那些叫什麼 那些不是正式俱樂部的 那些就可以做馬主 有一個做連馬師的朋友 想踢我入會 叫我去買馬 我想過一個 他說我故行 但我認為我不喜歡 靠入了馬會 很厲害 你不入這些俱樂部 我基本上沒有入這些俱樂部 那些幾百萬一個會籍你就沒有了 我有個附屬會 然後我老婆入了馬會 我就拿個附屬卡 但很多其他的會我都沒有入 為什麼呢 我去一般人生活的地方 吃東西 我就會舒服些 去一些某一級別的人 才去的地方 我還全身不聚財 真的會這樣的 這個其實都幾不同 和一些所謂香港上流的生活 我認為 你會不會覺得自己格格不入呢 可以被社會看成是顯示人的價值 我就偏偏不入 以前有一張信用卡 即日了就代表 身份象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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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選擇 我的修為造成 和你的卡有什麼關係 和你的會籍有什麼關係 越是多人認為 那件事是身份象徵 我就越不要 我不需要靠這些東西 去找身份象徵 其實這個是不是和你 一個比較獨特的性格有關 即是自信心很強 不需要別人的認同 當然性格有關 亦都是你自己 在人生中逐步形成的價值觀 這個與價值觀的關係 多於與性格的關係 怎樣 譬如人的價值 應該是他的思想 他的行為 他對社會產生的影響 對他身邊的人所產生的影響 所造成的 就不是由於一個外在的地位 所造成的 所以這個是自己怎樣看自己的價值 這個其實會不會有一點 就是大我和小我的分別 因為你就 就算以前 我記得就算以前 不是說業務那麼多的時候 你都已經做基金 即是做慈善基金 以及你上次也說過 你試過有一次有一個基金 被人騙了二千萬計 你都沒有甚麼所謂 不是沒有甚麼所謂 沒有被人騙了 沒有人扶 是的 問題就是 在那些方面 你就很有看法 或者很想做多些 但在個人上面 那些我是看到它產生效果 譬如 你幫農村的人 能解決這些年輕那一代的教育問題 那些年輕那一代 真是有機會 脫離它原有的命運 它可以透過知識 去到不同的地方 找到一份新的工作 找到工作 又收入又回鄉下 那些工作 那些工作 我覺得有價值 就做了 就是所謂的價值 價值其實通常在他者身上展現 即是有些人的價值 要在個人身上展現 嘩 帶一隻招歷史 覺得自己有價值 我剛剛想說就是 其實你有很多同事 我見過 那隻錶一定比你這隻 星神錶 我這隻星神 我都不記得精工的星神 看真才知道 這隻算是新錶來的 五年左右 那你怎樣看他 你的下屬 你的同事 我有 有時 其實你有沒有努力示錶 但是 其實你自己有沒有努力示錶 當然沒有 我老婆試過買那隻 被我說到他發怒 是嗎 他說我買這隻錶 他說你嘔什麼嘔這麼久 你嘔了多久 你嘔了好久 見到又說兩句 所以他不喜歡 不是最靚的那些 那些金銀容 都是一般入門卡 好少少 你都不喜歡 不是 我說 那個功能 和一隻百多元的電子標 不相差太遠 有時不準 但是你的同事 如你所說 他們駕駛車 是呀 我是開業會 公開 瓜夫的人 去買一部跑車的 是嗎 我說你賺了錢 威什麼 你知不知道你做地產代理 你很討厭 還要駕駛跑車 還有你根本 你的生活 基礎打得很好嗎 剛剛有些少少威不切 累死你 我說我對著全 中原幾千人 就是講個人 就是那個頭頭的 公司裏面的大頭目 那好吧 因為你說了一些比較敏感的事 我們下次再談 拜拜